好,那么上一集呢,我们讲的是这个标定的过程 那么整个标定的过程呢 要严格按照我们的这个操作步骤来操作 那么接下来我讲一下这个测含量怎么测呢 因为我们现在呢,总共有四条曲线 也就是0.1下放在曲线1 0.1到1放在曲线2 1.1到5放在曲线3 然后还有一条综合的 那么总共是四条曲线 平常我们在测含量的情况下来 假设你知道这个样是在哪一段 那当然你就可以直接选定我们的1,2,3 其中的某一条来测量 那么假设这个样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那你只有先选择曲线4 用它来初步的测量一下我们的结果是多少 然后呢再来选择具体的是哪一段的曲线 来测量就完成了 那么以上就是整个仪器的操作 从标定到使用的整个过程 都可以把它提供了 我们先选择一下 现在这个弹择的温度 我先选择一下 这个弹择过了